我們在延伸 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 那重要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要決定多少個因素 那很重要的指標 用來研究說我們拿到這一組量表 我們這個量表就是這一組 或者是說這一組 這麼多體 30體 那這一組量表裡面 適不適合做因素分析 所以呢在我們之前的 這個 Library裡面會提供另外一個叫KMO 好像要打起來 好所以它算出來的結果是這樣子 就像信徒一樣0.7、0.8以上 代表這30體 那適合做 因素分析 好 好 那我們延伸上市的 我們適合用五個 好 那五個裡面呢 我們第一個來看一下 最慘的是哪一個 這一題 第五題 所以我們第五題要把它刪掉 因為它的 可解式 或是RB1只有DAT 我們是要做A5刪掉 好 所以 我們刪掉以後 KMO 好 所以 我們現在變成 我們開始要刪停 所以我們要留資料 所以我們就DATA 第一次刪 第五題 那第五題呢 是多少 第一題 到第四題 第六題 到第三十題 所以我們現在要二十九題 那二十九題的話呢 當然呢 我們可以拿來做 運輸分析 現在是DATA1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直接來看結果 比較快 好 這是DATA1 對 對不起 扣錯了 跑出來了 那當然 我們第一個是DATA1 好不好 是不是 點九三 適合做 好 我們再來看看 好 我們再看 主題來看 當然嚴格來講 是要做 引擎分析 再來看 現在剩下二十九題 所以我們看在三題 那當然會生比較差的 啊 平方比較小的 但是它沒有被 在一起 所以我們看一下A呢 都在 都不錯 都在0.68以上 好 所以A的部分呢 還OK 好 0.62以上 我們看一下B呢 也不錯 除了B5 所以B5可能是一個candidate 對三題 我們看一下C呢 C就比較麻煩 好 C也在這裡 同時呢 C也在這裡 比較大的是 4次 這兩個 好 所以呢 C字C有可能 也是 要三題 的對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E呢 E的話呢 只有J題比較差一點 好 F呢 還不錯 所以我們當 當悟自己 就是說 我們到底要刪哪一個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會刪C5 因為 它的露點比較大 好 C 其 情者 先情亡 好 那C5是排到多少呢 C5呢 從原來裡面不是有7題嗎 12 12 13 14 16 17題不要 好 所以17題不要 16 16 18 13 40 3 就是我們來看 KMO 93 要看一下 它可以解釋的變異做五個嗎 那當然我們現在看的話 這邊要看其他指標 我們看一下A A的話呢 不是看這裡對不起 A的話是這一組 都蠻高的 B的話是這一組 C的話 那其中有C是這一組 現在都蠻小的 E呢在這裡 所以E呢 OK F呢 不錯不錯 我們要算了哪一組 這一組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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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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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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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要看的是 累積的解釋是 53% 超過一半 我們希望要超過一半 55% 這只有29題 然後 對不起 這是 29題 55 然後剩下這是 28題 55 還不錯 剩下27題 26題 剩下這5個因素 然後看主題的話呢 剛剛講的 我們是不是 有沒有不好的題目要刪掉 我們看A呢 這是個群組 到這裡看還不錯 B B呢 這個群組 還不錯 C呢 相對而言的話大家看水平線來看的話 簡單結構 我們希望說 我們希望說 因為C6 C7不好 因為它的解釋力沒有超過一半 但這也是沒有啦 就是相對比較低 所以 所以 見仁見識看也不要曬 E的話呢 到這裡 46 那F呢 理論上沒什麼問題 在這個題目 A在這裡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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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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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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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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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4 3 3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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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1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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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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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6 6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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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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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5 4 5 5 5 6 5 5 5 那某一體被刪掉以後都沒有上升 好 所以A到7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B呢 剛剛講的從1 2 3 5沒有錯 這是7從8 8 9 4 11 8到12 8到12裡面呢 它是8速 所以如果你要3的話可以考慮V5體可以刪掉 因為刪掉以後它的性度沒有減少太多 好 我們來看一下C 我剛剛是V到這裡 1 2 我們刪掉了4跟5 刪掉4跟5 所以呢 4跟5的話 是13開始 13 14 15 13 14 15 16 16 18 19 13 14 15 18 19 13 14 15 18 19 1 2 3 6 7 1 2 3 6 7 我們刪掉以後的性度它是81 都沒有比它高 OK 那1的話呢 好像沒有3到 1 2 3 4 5 6 所以這次就20 21 2 23 24 25 20到25 1 2 4 6 6 這組它還 緩緩相扣 可以考慮是16 我們要看一下16它到底 有什麼問題 因為它的因素負荷量有點偏低 因素負荷量有點偏低 我們看最後一組 26到30 這叫3D 我們的值是0.9 可以3D一體 一體刪掉沒有減少 我們看第一體問題在哪裡 相較之下 在這5體裡面 它比較小 好 那在這裡裡面 它比較小 所以它可以從心度裡面看出誰是壞陪子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動作就是 當然我們可以儲存它的因素分數 好 我們看它怎麼儲存因素分數 稍等一下 那除了因素分數以外 我們當然也可以用其他一個詞的就是 我們用傳統的就是求平均數 我們產生一個新的資料集的平均數 好 因為我們要看的是FA 我們要看的是Output Output 就是它的產出Value 所以它這邊會有所謂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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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cores 叫FedScores 所以它會存在這 scores裡面 好它會存在scores裡面 好它會存在scores裡面 好 scores 那因素剛剛講的它有相關係數在這裡 因素的相關分數 好它在這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好它相關在這裡 這 都不低 所以學校轉軸是ok的 它叫scores 好 我剛剛一直跑到因素分析裡面 把它處理起來 這是第三個 它叫scores 我們存存在 DFA好了 我怕會跟之前 我怕會跟之前 存在一起 我怕會跟之前 這是它因素分析 scores 就是 DFA DFA Final 它的相關 顧出來 那跟我們前面的 有一點不大一樣 這是 因為這是顧出來的分數 我們剛剛講的 EFA Final 這是 相關 6 有6 我們剛剛看它的相關 7 這是我們顧出來的因素分數 3 4 2 5 你也可以用這一組分數 拿來用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用 我們要的 雖然我們不是剛剛講的 MOA嗎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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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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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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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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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2 1 2 2 1 1 2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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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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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